中华大学的资讯科技 哈喽大家好我是老婷 咱们今天来讲一个关于中华大学资讯科技的故事 资讯科技 终于 经历了四年风吹雨淋 一百二十八学分 孜孜不倦 早八满堂 我终于 毕业啦 诶 毕业证书呢 同学 你资讯应用能力检定还没考过 没有办法毕业哦 天啊 什么是资讯应用能力啊 我要毕业啊 学长 恭喜你毕业 但是地板很脏 我是很想毕业啦 但是什么是资讯应用能力检定 资讯应用能力检定是为提升学生的资讯应用能力 培养未来只要发展竞争力 所定出来的毕业门槛哦 只要取得Python OFIT的证照 或是通过学校办理的资讯应用能力测验 就可以通过这个毕业门槛了 啊 那我要怎么考这些证照 要去哪里考 什么时候考呢 学校图资处每学期都会在计算机中心办理 资讯应用能力检定的证照 考试和校内测验 时间会公告在中华大学 资讯应用能力检定网站上 除了资讯应用能力检定的相关考试之外 图资处也有提供其他 资讯相关证照的考试服务 相关资讯可以参考图资处 资讯证照的网页 而且啊 在学校考这些证照 都会比外面便宜很多呢 如果之前有考过这些 学校认可的证照 也可以直接拿来给面哦 这么好哦 可惜我以前都没有考过 那我现在要怎么准备考试呢 不用紧抓 中华大学资讯应用能力 简定网站有提供这些证照的题库 解答 还有教学影片 可以自学或是搭配 学校的相关课程来准备考试哦 那你还在等什么 快去准备考试啊 嗨 水姐 你怎么在这里 我等一下有课 话说你怎么看起来手眉苦脸的 因为不知道外系可以选什么课啊 呃 外系的话你可以参考学校的数位科技微学程哦 什么是数位科技微学程呢 数位科技微学程是学校为了增强学生跨域能力而开设的各院课程 原来如此啊 那这些课程有什么特色呢 微学程包含从基础到进阶再到应用的一系列课程 学分是8到12学分 微学程是具备食物与成专性的课程 更多的资讯 可以进入中华大学教务处首页后 点选中间跨领域学习 下拉选单 选取数位科技微学程就可以看到咯 真的吗 那我去查一下 好 那我先去上课啦 拜拜 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下课 快毕业了 不知道之后要找什么工作 自从随得GBT问世之后 就感觉饭碗不饱了 我也有感耶 所以我去参加了TDAS TDAS是什么呀 数位青年TDAS 是透过20周时做集职能培训 接轨产业的课程喔 听起来很棒耶 我会参考一下 那跨域黑客你有听说过吗 没有 跨域黑客也是类似TDAS的课程吗 对 也是增加自身跨域能力的课程喔 跨域黑客的资讯 可以在中华大学图书与资讯处首页里找到 进入图资处首页 按下跨域黑客的按钮 就可以看到咯 太棒啦 有TDAS跟跨域黑客 我就不怕找不到工作啦 还不赶快去了解报名 资讯改变生活 跨域提升自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deleted 是